哈囉 我是維麗安 我在廣州 A卡時間一塊聽好的 你也會跟我一樣嗎 每天好像都有時差 擔心跟不上別人不放 卻又整天只敢待在家 我記得以前也有某一個訪問問過我說 你最害怕的是什麼 然後我記得我想了一個 我自己深深的問自己最害怕的是什麼 我發現是我最害怕自己不夠好 我想要變更好 我想要在我的職業或是我的能力範圍裡面 我想要到達最好的自己 因為我最怕留下遺憾 我不想要知道說我沒有去嘗試 然後只能最後得到的結果是這樣子 我想要知道我用盡一切去試之後 我最高的極限在哪邊 所以大家才會看到我一直在什麼突破自己啊 去突破舒適圈 其實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我想要知道 因為我很好奇 如果真的出現了力有不低的時候 你會不會 如果真的出現了力有不低的時候 你又會怎麼樣去調適自己那些 那種的不安的感覺 通常都是事後回看才發現說 好像那個時候有點力有不及嘛 就是無法到達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發現我回頭看都是發現 我現在的我都可以做得比當時的我更好 比如說狼好了 狼這首歌 我覺得現在的我詮釋的比當時錄專輯的時候 好大概好幾百倍吧 尤其是現場的那個版本 對 有時候在錄音室真的是沒有辦法 你不管在錄音室錄過幾百次 都比不上在live演唱過幾百次的那種感覺 一直重複的唱一直重複的練習 所以現在回去唱各種的 不只是狼 甚至唱第一張的歌唱有沒有唱慢慢等 無所謂等等 都比那個時候更游刃有餘 所以用文青的那種的形容詞 就是維林安的所有的翻唱呢 他總能唱出自己的聲刻 自己的聲刻 會啦 每一首歌我都會 因為我覺得我不是一個 我是一個不善於偽裝的人 今天才其實之前還有另外一個訪問 也就是說你的情傷如何 我說我情傷沒有很高 就是好像喜怒哀樂都寫在臉上 我很難裝起來 好處是在於說我的喜怒哀樂 我都可以用唱的把它表達出來 就是很直接的表達出來 所以林一華導演也說過我的特質 他覺得就是善感 Sensitive 我覺得他下得非常非常好 透過他我又更認識自己 但是我必須要說的 有很多的廣州的樂迷 可能真的是通過林一華的《紅樓夢》 開始去了解維里安的音樂的創作的歷程 甚至乎開始喜歡你 似曾會是其中的一首必選的歌曲 必選 但是會不會是跟林一華的 那個舞台劇的那個版本 可能會有一首區別 還是說完全是100%的原資源 不會到100% 但是很接近 因為我覺得在改編歌曲上面 我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如果今天改編這首歌在現場 是有一個它的功用的話 那就可以改編 但是如果改編之後 讓大家認不出這首歌 比如說想慢慢等 把前奏改掉 整個改掉 那我們就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是大家一聽到前奏 就歡呼 就是那一種感覺 你等於是剝奪了觀眾 那一種興奮感 像這種事我就不會去做 演唱會的演唱的方法 或者方式呢 是不是去玩了你另外一個心願 就是把你原來的demo的那一種的曲風 告訴大家 這首曲子 你CD所聽到的那個版本 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原來創作的那個方法 概念是這樣子的 對 Live的時候就是最好的機會 很明顯的 我覺得好天氣的demo 還有就是它的CD 裡面的那個version 是完全difference的 對 我覺得維里安的做演唱會 作為主辦方來說 是非常的開心的 因為你的基本上你的投入不會很大 你整個的舞台的效果 舞指等等的東西 都是一個重剪的 會不會是 你自己也會刻意的去做 這樣的一個保留呢 音樂上面不會保留 我們還是能夠給大家越多 越多的 沖擊 對 越多的沖擊 當然是越好 有些時候是 但是有些事情是我們無法控制的 對 那在有限的資源底下去做最大的 最大的呈現 我覺得是 是我現在學會的課題啦 嗯 那其實有時候有一些限制 反而是更好的 對 因為當有限制的時候是 越能有創意的時候 嗯 所以每一場演唱會我都很喜歡 強調一定要有一part 是只有我 自己一個人自彈自唱 嗯 嗯 一來讓大家聽 就是最原始 那用吉他自彈自唱這首歌是甚麼樣子 嗯 第二個就是給自己一個挑戰 對 你怎麼去 用一把吉他 把這首歌的所有的氛圍 去把那個情緒起承轉合都做出來 嗯 再來就是 可以跟歌迷互動 就是最輕鬆的一段 跟大家聊聊天 彈彈長長 就像在自己家一樣 我沒有太多的奢求 只希望你也可以懂我 在意你的眼光 在意你說的話 為了你的笑容 說一點謊 在意說過的話 在意沒說的話 在意你的眼裡 我的模樣 在對上的一張2016年的專輯當中呢 大家可能忽略了一首 維林安自己自彈自唱的一首的作品 叫做在意 因為我覺得這首作品呢 假如大家在去看5月13號的這場演唱會之前呢 如果你不了解他是誰的話呢 不妨可以把這首作品呢 可以在你的CD機或者MP3機裡面呢 不斷去錄 首先我覺得呢 曲調是非常好聽的 第二個事情呢 就可以看到你的那個吉他的彈奏的那種技法 等一下我必須說 這首不是我彈的 不是你彈的 這首是寶普 我找寶普去編輯他 但是到時候現場是我自己彈 我把他的 會超越嗎 不...很難超越 但是會改編 會改編他的彈奏方法 因為他彈的方式是open tuning 所以他的吉他是不一樣的調音法 所以我現場沒有辦法那樣換 所以我改了一個自己彈的方式 也是蠻精彩的啦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現在就在不斷地在吹嘘 這場演唱會有多少的賣點 或者有一些 大家可以期待的那個點會在哪裡 你看我做功課做得多好 真的 大家都被拒透光了 好了 在不同的演唱的安排當中呢 對於維里安來說呢 2017年他自己也做了一個 挺有趣的挑戰吧 分享快樂呢 你可能真的完全沒有想到鄧國鋒呢 在進錄音室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跟你說 這首歌曲是我在第一下聽呢 我已經覺得 對我在我的節目當中一定要去首播 因為那個時間的差 跟你再放到網絡上面 可以提供給下載 相差應該不過24小時吧 我覺得你每一次在曲風 或者是演唱方面呢 在給自己做一個戰書的時候呢 你的小靈光 就是說你的小神童的那個內心吧 你怎麼可以完全把一些 大家覺得不可能擺在你身上的 那一些的音樂的曲風 能夠駕馭得如此的娴熟呢 駕馭的娴熟喔 不敢說是娴熟啦 我覺得是我很 我可以內化 在這方面 我是一個很容易吸收新的知識 然後轉化成自己的東西的人吧 這方面我覺得我是有一點優勢 可能我覺得是基因啦 就我的父母遺傳 因為我爸媽都是老師 所以可能在學習上面 這方面就會吸收得比別人快 然後在表達能力上面 也比別人強一些些 所以就呈現在作品上面 我記得我跟某個樂手老師是聊過 記得好像是第二張專輯的時候 那個時候 因為那種還是一個很焦慮的年紀 我覺得我不夠好 我什麼音樂 我都不懂什麼和弦 我覺得我彈得不夠好 然後他就說 但是我覺得你很棒 因為你就是 你會的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你反而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去學更多東西 然後你每一次學一個新的東西 你都會讓我們很驚喜 因為你會 學了那個新的東西 然後你吐出來一個 消化吸收 以後吐出來一個 一個全新的你自己的作品 大家都沒有辦法想像 有些思念去了又來 就讓神漏在愛世中 實現 實現 四層相信 知道是像誰嗎 像金庸笔下的那個張無忌吧 張無忌呢 他在不同的境況當中呢 他在不斷地去學一些 所謂的武林高手的那些秘籍 然後呢 繼而變成了自己的東西 到最後呢 他見到張專峰 太極是這樣子打的 張專峰就問了張無忌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把我剛才教你的所有的 太極的那個招式給忘記了嗎 然後張無忌在對打的過程當中呢 就說 施祖爺 我忘了七成了 我忘了八成了 我全忘了 然後就把所有張專峰 交給他的東西呢 融在自己的那個武功當中 是 維林安還有什麼樣的懼怕呢 因為 快要收回來四張專輯 包括你最新的一些為廣告手配的單曲 大夥如果把所有的作品呢 排開來的時候呢 我沒有感覺你還有什麼樣的音樂的懼怕 或者是創作上的懼怕 你沒有什麼難關 要去語樂啊 對 好像是耶 耶 破關 全破 這個遊戲人 真的一個小子啊 就是自在 我覺得更自在 對 尤其是到三十歲 有一種更確定感 在音樂上面 更有自信 就算今天是不熟悉的東西 EDM 你都駕馭了 也不能講駕馭 我是說我可以去學 我知道我可以學 然後我也知道說 我不需要單打獨鬥 其實還是有很多人幫助我 包括像這次分享快樂 其實也是要很謝謝 參與的音樂人 包括編曲的Jerry C 包括彈其他的Eric 然後還有很多很多的 其他這些音樂人的幫忙之下 對 要去完成這首歌 所以把我一開始 腦袋中的那個畫面 透過很多很棒的音樂人 一起來完成 哈囉 廣州的聽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威里安 這個訪談 還是跟過往每次來的感覺 是一樣的 是非常過癮 非常深度的 可以講到很多 我內心真的在想的事情 所以真的很謝謝鳳哥 我真的很怕跟大家分享 我的打坐打禪這些經驗 我很怕讓大家覺得說 你是來傳道的嗎 還是什麼 讓大家覺得很玄幻 所以每次提起的時候 我都盡量希望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真的體悟的那些事情 也能夠啟發大家說 其實不需要去害怕很多事情 沒有啊 因為我在威里安的身上 我看到了一個事情就是 請不要讓自己 那麼匆忙去活著 到了30歲的時候呢 你該有的人生的感悟 他會來 有些人慢慢一日 轉瞬平身 如同某一天 錯過某一天 空交天長在地球中 花言 好彼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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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心笑 來來往往 錯知音在心淡中 團圓 團圓 似曾相信 未曾相遇 似曾相知 未曾相識 我為何只能是你夢中的人 我為何只能叫你把家當成 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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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曾真 未曾真 更 似曾銷魂 未曾依悔 似曾動性 你為何只能叫我把家當成 你為何只能叫我把家當成 當成 當成 有些夢 有些夢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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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去 祖政 雄寮 感谢观看